好可愛喔 陳小姐翹立短髮 長相清秀 右手還聽著一隻帥氣的老鷹 格外吸睛 風超輕大的 很好的寶貝 她手上這隻老鷹 叫做如意 是力赤鷹 又叫做哈里斯鷹 也是陳小姐的寶貝寵物 影片已經是一年多前在訓練場中 兩人初次見面 看起來默契不錯 陳小姐養了將近兩年 還幫如意拍俏皮的入獄照 紀錄相處的點滴 怎麼會知道11號晚上 不小心扯斷嬌聲飛出去後 跑到活蝦餐廳吃大餐 以為只是一場趣味插曲 結果演變成被陌生人帶走 老鷹到現在還要不回來 我一直急著說我要去接 他們才說 其實他們不是在台中 陳小姐大約一年多前 在高雄逛寵物店 看到如意因為焦慮掉毛 不忍心花了5萬5 希望給他滿滿的愛 結果老鷹飛出去 撿到的人告知要出示相關證明 才願意歸還 很強硬的態度叫我要 有很多證明這樣子 我也找到那個 腳踝的聯絡人 那個聯絡人也願意配合 給我身分證 然後他們也還是不放鷹 陳小姐補充他花了好多時間 去申請購買證明 但因為如意已經是第三手轉賣 來源證明難以考究 而且當初販賣的寵物店 也沒有提供 實際上聯絡到撿到如意的人 確實也有通報 因為你照片上面也沒有腳環號碼 那我問你腳環號碼 你也講不出來 那你要憑什麼來領責之音 詢問那個台中市農業局 請他們提供看是不是有這個 市主的基本資料 來跟他的腳環做比對 如果確定是哪一位市主相符的話 我們就會 請那個林小姐做規劃 農業處表示 是因為林小姐有飼養經驗 唯請他先帶回照顧 事後會再請台中農業局 提供市主的基本資料 跟腳環做比對 確定真正主任是誰後 就會請林小姐歸還 但目前陳小姐 也就只能看著影片 想想主意了 TBH新聞將軍的羅伊心 台中報導